今天這個案子當中 香綺 我以前也看過有一個案子 其實你會對公司領域 要徹底分開的這一點 會做得非常的到位 對 因為我覺得說 人在使用這個空間的時候 還是要很照顧到隱私的部分 所以你這邊是客餐廳 是屬於公共的空間 然後一進到這個走道 就是屬於完全是私人跟放鬆的位置了 所以你就要把它分得很清楚 乾淨的同時 你可能就像我們現在看到 這是一個拉門的造型 對 可是拉門要有設計感對不對 對 其實這個部分 你現在看到很特別的圖案 然後以及好像一些花紋 其實這是一個年輕的藝術家 習時斌他所做的作品 他做了一系列的作品 都很受到大家的喜歡 這個是那個系列作品的 其中的兩件 你看到這些奇怪的圖案 其實它是被拆解後 或是馬的零件 譬如說這一小塊一小塊 拼起來會是一隻完整 一比一的馬 是馬的骨骼的膠感造型 對 對 它把骨骼都拆下來 然後變成圖案化 那每個圖案在拆下來的時候 它就可以做成一隻真的馬 那在我們跟藝術家 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們兩個也是想說 如果把藝術品 不是只是吊起來 或打個燈 它可以融合在生活的道具上面 所以我們兩個經過討論之後 就把這樣的東西 這樣的作品 我們把它鑲嵌在這個拉門上 那我們把它推開給觀眾朋友看 我們就要徹底的進入 今天這個屋主 他們家屬於比較私人的領域空間 可是這邊有一個精采的設計的點 我們要分享給大家 就是香綺所設計的這一個 書房的空間 對 它原來其實是一條 宅宅的走道 但是我們把原來一個 高的展示櫃給拆掉了 然後把一部分的牆面 稍稍的往後退 讓它覺得說 這個空間又夠大 是一個過道 但其實它又有一個功能在 它反而多增加了一個 小書房的位置 所以這裡算是一個書房的空間 對不對 對 其實我們以前常看到 走道的空間 如果把它利用 像這邊的走道前方公里域的 它可以變客廳的範圍 或是餐廳的範圍 那這邊的走道 就可以變成是書房的空間 對啊 它因為後面緊連著臥室 所以在臥室前好像有一個書房 所以我們做一道拉門 再把它隔起來 你會覺得好像臥室又往外延伸 臥室的使用方式又更大了 好 我們轉身就帶觀眾朋友 去看一下主臥室的空間 好 這邊到底嘛 對不對 所以它進來會是一房 兩房 然後這邊是 主臥室在這邊呢 三房